炸好的虾仁翻拌均匀就可以出锅啦 土豆买回来不要再做薯条了 试试这个新炸好的土豆翻拌均匀 最后来 鸡粉和花生油 全身涂抹均匀 水开上锅蒸30分钟 出锅放凉后 用可爱的右手撕成小条 然后加入 怎么样你学会了吗 吃这种水豆花啊 还是要赔上我们家这个彩虹腹还有面 哎呀 安逸餐了 五层油温下茄子 豆角炸30秒捞出备用 然后调一碗料汁 这样炒菜的时候就简单多了 热下蒜末红椒炒出香味 再倒入茄子豆角 淋上刚才调好的酱汁 大火翻 每次家里来客 餐桌上肯定少不了这一道白灼虾 碗中放姜末 蒜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白灼汁 它可不是 走肉鬼那时候我爹都不想吃肉 现在走肉讲讲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先把蒸金箍和窝笋丝烫熟老底 调味只需要一包熬制好的